文问吴浩生的保养品店正式开幕!老公在现场宣布喜讯!他们的甜蜜互动真是显煞旁人呢! 新婚4个月的文问和吴浩生突然宣布喜讯难道是他有了?图片来源翻射字文问脸书! 乡图剧院员文问修毒化妆品研究所毕业后终于能学以致用近日他当其保养品研发师,为自家品牌研发产品。 图片来源,影片截图。 文问与老公吴浩生筹备多时的保养品研卖店日前正式开幕,老公全力停老婆,包办了产品形象的摄影,还在开幕现场宣布喜讯。 众人都以为是文问游戏了,原来是宣布他考上博士班,借此恭喜他。 图片来源,文问脸书。文问和吴浩生新婚4个月,但婚后两人工作没停下来。 。 吴浩生忙着拍摄明视新八点档大时代,文问则忙修毒博士班。 图片来源,文问脸书。 图片来源,影片截图。 吴浩生夜趁着大好日子。 文问和吴浩生共同打造的保养品实体店。 吴浩文创之脆香水保养品牌,日前在三峡正式开幕。 演艺圈的好友们纷纷到场祝贺,场面非常热闹。 图片来源,影片截图。 吴浩生夜趁着大好日子在现场宣布另一项喜讯。 大家都以为文问怀孕了,原来是恭喜老婆考上进一大学化妆品科索博士班。 他暂说老婆很好学,现在在家要改称老婆为张博士已是鼓励。 这样的称呼肯定逗乐老婆了。 图片来源,文问脸书。 文问则透露,老公在忙闸戏的当儿,仍挤出时间帮忙处理开店前的准备工作及产品形象的摄影,让他超感动的,还害羞地说自己是嫁对狼了。 小雅口一来一网甜蜜放善,真是显煞旁人呢。 图片来源,影片截图。 最后吴浩生也补充说总之最近大家都很忙。 以两人目前的工作量来看,大家还要再稍稍等待他们的另一个喜讯呢? 影片来源,Youtube若被移除请见谅。